自制简单的辣椒酱 朋友家菜园新鲜采摘 辣椒清洗前进 沥干水分 减去辣椒地 放入搅拌机 加入蒜拌搅碎倒入盘中 热油中加入香菜 葱姜八角对饼香变 炸至金黄捞出 在辣椒上继续搅拌 一半的热油继续煮 用锅铲持续煮 如果太多 同о一半熟 盐 盐汤酒 材料拌饼 用筷子拌饼 来上一点米酒 用勺子沖在它拌饼后 装在盆中就好了 再复吸一次 加入盐 糖 米酒 拌炒约五分多钟 让米酒蒸发掉 洗锅前加点酱油不同味 观察颜色 会比较偏举红 和一开始的大红不可以 这样的程度 就可以装罐NAS的去了